大家好,现在NPC1已经可以在测试关卡里面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满游 但是这边还有一点小小的修改 我们看到在NPC1的Blueprint里面 AI MOVE 2这边只有在UNSUCCESS 就是在它成功的走到下一个巡航点的时候会触发后面的动作 但是NPC1如果因为被阻挡而没有办法走到下一个巡航点的时候 UNSUCCESS不会触发那后面的指令都不会执行 以至于它就会停在那边不动 那什么样的情况UNSUCCESS不会触发呢 比如说玩家角色挡在NPC1的路上 或者NPC1被场景本身的一些障碍物挡住了 那它就没有办法触发UNSUCCESS这个连接点 那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我们就把UNFAIL失败的时候仍然继续做后面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NPC1不会停住不动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正式的关卡里面 那现在我们要在正式的关卡里面加上Nav Mesh Bound 加上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现在先任意的把Nav Mesh Bound 拉进到场景里头 那因为这个Nav Mesh Bound要调整到涵盖整个场景完整的大小 所以我现在先切换到上市图 那在这边我按下F 我们可以看到Nav Mesh Bound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缩小整个场景 我们整个建筑物的大小范围 大概是在这样子的大小 所以我们现在用调整大小 或者直接调缩放也可以 不过我还是习惯直接调它的大小 那所以我这边先调整横坐标 那我们看到整个场景的建筑物 大概从这个地方到这边 好所以现在这样子的X轴的部分够大了 那再来是Y轴的部分 好这样子也差不多涵盖了所有的部分 这个大小其实并不需要很精确 那我们再切到侧面 那同样的高度的部分 我们要让它能够涵盖到整个建筑物的高度 好那这样子现在整个NUF Mesh Bound Value 就应该可以涵盖到整个建筑物了 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NPC1在那边走来走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玩家角色攻击NPC1的 那个部分 我们再回到测试关卡 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虽然可以攻击 但是对NPC并没有效果 所以我们来处理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先选到玩家 玩家角色 我们打开它的Blueprint 好这边我们又发现到一个问题 之前没有改号 就是它手部这边有变形 那所以我们先赶快把这个部分再处理好 我们搜寻到玩家角色的骨架 在option这边显示 retarget option 那这边我们从 spine1 就是脊椎低节的底下的部分 我们把它全部改成skeleton 改成skeleton之后 然后往下找到它的weapon的部分 好weapon的部分应该是在右手 右手的weapon连结 然后从这个地方 以下的再改回animation 好 这边我们存档一下 好那我们来稍微检查一下它的这些动作 这个是它原本拿枪的部分 那我们要检查的是看它代机 Third person idle 好那我们看像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而且刚才切到它拿枪的动作的时候 也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要在玩家角色的两手 加上碰撞侦测 我们按下 我们先选到玩家角色 然后按下 add component 我们这边搜寻collision 那我们选择sphere collision 球形的碰撞范围 好这边我们看有一个球形的 那我们把它取名叫 right collision 右手的碰撞侦测 那我们再把它再复制一份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left collision 左手右手 那要注意到的是 左手跟右手的collision sphere 碰撞球都要在mesh的下一层 就是像这个样在mesh的下一层 那我们现在选到右手的部分 然后在细节面板 这边有一个socket这个项目 我们按下这边的搜寻 好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堆的骨架 那我们打hand h-a-n-d 我们这个是右手的collision 所以我们让它绑定到右手 好那我们看它现在位置就是附着在右手的这边 好那我们把这个的半径说小一点 好比如说我用10 再大一点好了 好用20 那同样的我再选到左手 那同样的我再选到左手 一样socket这边 搜寻hand 那把它绑定到左手 然后半径一样把它设成20 现在我们切换到NPC1 我们先增加一个客制化事件 好我们把这个事件叫做punch 就是被NPC1被揍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玩家角色 好 然后 好 我们现在是选在左手这边 那我们就先从左手开始 好 我们找到它的 begin overlap 这个是左手的begin overlap 好这个是左手的begin overlap 那在这边我们要先检查 我们要确定它现在是在攻击的状态 punch的状态 所以这边我们加上一个branch 确定是在攻击的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攻击的对象 就是这个other actor 那我们把它 cast到mpc1 然后我们就去呼叫mpc1的punch 那是谁攻击mpc1 这边我们的target的部分 要连过来 用这个方式 那同样的在右手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选到右手的部分 一样也是begin overlap这边 其实我们把上面这些复制一份 这边连过来 那我们的condition一样从这边 接过来 other actor 接过来 那这样子就完成 就是让玩家角色打到mpc1的时候 会触发mpc1的punch这个事件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mpc1那边来处理这个事件 这边我们会用到两个来自frank fighting set2的动作 我们打开animation这个资料夹 第一个是编号14号这个动作 但是注意到这边我们选择的是impressed 看一下这个是被打到的动作 另外一个是17号 是被打倒的动作 我们会用到这两个动作 那所以这两个动作 我们就要先把它建立animation montage 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再来17号 17号的就不是impress 注意一下 一样create animation montage 那再来我们要把这两个动作 因为它现在用的是frank fighting set2的骨架 但是我们这边用的是mco mocap basics的骨架 所以这两个按下ctrl选起来之后 我们要做retarget 那这边我们选到mpc1正确的骨架 然后我们转换之后的动作 要存到mpc这个资料夹 所以我们这边retarget 那这样子我们就 把这个动作转换到这边来了 那现在我们选到mpc1 首先我们在这边也是要建立一个 ispunction的不灵变数 那这个也同样就是我们不希望在 处理这个动作的一半的时候 又插进另外一个极老的动作 所以这边get ispunction 然后这边branch 在false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play这个animation montage play完 要确定play完了 所以要加上delay 这个delay时间的部分要连上去 那这两个我们再把它再复制一份 再重叠到后面这边 前面的这一个我们选择14号的动作 那这边注意到的是要在mpc那个资料夹里面的动作才是正确的 接下来这边是17号 也是一样mpc那个资料夹 好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好那我们看到它被击倒的时候 它又会再跑回来 因为我们的animation blueprint 所以回到这边我们要先把我们的character movement把它停下来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选到character movement 好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deactive 好我们要把这个动作插入到这边 好光是这样子deactive其实还是不够的 我们先看一下 好 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在我们的击倒的动作的部分 要再稍微做一下调整 我们选择到17的这一个 我们要拉长它的被击倒之后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在它最后面这边 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section 我们在J6 在这个地方按下滑鼠右键之后 选择New Montage Section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给它随便取一个名字 叫做Hit End 好了 那这边我们把这个连结 抱歉应该是在Hit End这边 我们按一下后面这一个按钮 然后直接选择Hit End 好那现在我们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它被击倒了之后 会一直停留在这一个动作 那现在我们回到这边 我们再测试一下 那我们看它被击倒之后 会停在地上 那这边的Duration就会变成是 因为它整个动作并不会停下来 所以我们要给它设定一个时间 那这个Link我们要BREAK掉 那比如说我把这边设定1.5秒 那结束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它DESTROY掉 好我们选择DESTROY 其实还是有点不太流畅的地方 那本来我在范例影片里面 还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 影片已经有点长了 那所以我把那个部分删除掉 那我们有关NPC ONE的部分 就先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